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两款面包 一款是基础的奶油奶酪面包 另外一款也是奶油奶酪面包 但是我们里头包一点苹果馅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用的是中筋面粉 考虑到大部分朋友家里可能不会长期囤高筋面粉 所以我就试着用中筋面粉做一下 做出来一样很好吃 这个就是奶油奶酪 英文是cream cheese 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准不准 给大家看看样品吧 把除了黄油以外的所有材料都倒在面包机里 这个是酵母 糖 还有盐 打入一个鸡蛋 cream cheese 加牛奶 然后用发面那一档自动发面 等面团搅拌成形以后 我们加入黄油 然后让它继续搅拌自动发面 现在我们来做苹果馅料 我用的是家里那些不太吃的已经有点发干的苹果 你用什么苹果都可以 把苹果洗干净,去皮 切开,去盒 然后把它们都切成小丁 我们只要用大约100克左右就可以了 这些是做6个面包的馅料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增减 另外再用半个苹果把它洗干净 去盒 然后连皮一起切成薄片 锅里小火放黄油融化 加进去苹果片 两面都沾上黄油以后加白糖 小火炒到白糖都融化 苹果两面都沾上白糖叶就可以了 苹果片起锅以后 锅里再加一点点黄油 放进剩下的20克白糖翻炒 基本都和黄油混合好以后 就可以加苹果丁 把它都炒软 如果苹果丁比较干 可以加一点点水 把它们煮软 再加一点点桂皮粉 不喜欢这个味道的可以不用加 到苹果馅料都软了 并且没有什么水 就可以起锅了 发好的面 分成基本均等的12等分 如果你不是特别有把握 可以撑一下 每一份往中间折叠 底部捏紧,滚圆,做成小面包坯子 要包苹果馅料的做成坯子后把它压扁 擀平 包进去炒好的苹果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捏起来 然后底部要捏紧,别让它漏了 这样就做好了 放在烤盘里盖好二次发酵45分钟 把炒好的苹果片放在带馅料的面包上做装饰 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苹果片要炒一下 一个是不会变色 第二个它发软了,烤的时候不会出水 这样不会影响面包发酵 烤箱预热350度 烤18-20分钟 要看一下每家的炉子不太一样 你自己注意观察 轻轻的拿出来放在架子上亮凉 这个非常软不是特别好拿 我们来看看非常松软弹性十足 打开来看看 内部结构特别的好,非常松软都拉丝了 再来看看带苹果馅的 打开看看 哇哦,看着好吃极了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